两个月来 北部地区下雨少 石门水库水位量起警示灯号 降雨量8月只占地年平均一成 9月也只有三成 打破建霸53年来最低纪录 发现8月份的降雨量那么少 那我们从9月份开始就北水难掉 也就是说每天从台北市自来水事业处 就是毁碎水库的水 每天从18万吨资源板芯 提高到10月1号的 每天要达到60万吨以上 那到10月3号要达到65万吨以上 8月开始全台雨量少得可怜 比起历年平均石门水库降雨少了两成 蓄水量也几乎快跌破六成 从北到南四大主要水库蓄水量 相较近五年同期平均 足足短缺了两亿多吨 原先寄望台风季为水库带来进账 却不如预期 实际来看7月到9月总共生成17个台风 高出气候平均值三个 说到底最大原因 今年台风几乎都擦边而过 连带风雨也进不来 照应来自强势的太平洋高压推挤 台风或午后雷震雨 这两个天气系统最怕的天敌是什么 就是太平洋高压 太强的高压让台风不容易跑到我们这里来 太强的太平洋高压 抑制了午后对流的发生 专家表示目前气候呈现弱反声音现象 倘若今年冬天结束前情况不变 来年春雨将会非常不乐观 如果秋天的雨水再少 冬天到明年春天 在这个弱的反声音的加持之下 它降雨可能会相对会更少 气候条件只能观察无法逆转 与其期待老天爷赏链 更仰赖节水行动 落实在日常生活 来新闻小时节叶宜临台北桃园报道 第52届电视金钟奖 今天举行